各位網友 故人出事 李怡興 我真的不想講起 我都是無限感觸 密相其類 當然有些地方很不同 譬如我又做娛樂圈 又做生意 他從來都是一個文人 但我都有四分之一 是一個文人 而且大家都是流亡來台灣的 難免心有戚戚然 好了 這是另一個故人 殷真和他的兒子劉子千 在北京失蹤了一個半月 我是有一個推斷的 我會簡單一點結尾才跟大家講 就是 劉家昌 殷真和劉子千 我都認識很多年 曾經一起去旅行 曾經一起去旅行 那時候劉子千還是十歲八歲的時候 我們一起去東南亞旅行 殷真的人非常好 十分好人 十分會做人 劉家昌當然是豪爽 不計較 很社交 我先簡單講講這件事 最後講我認識的 我推斷這件事 和我所認識的劉家昌和殷真 他和兒子 在香港 飛去北京 其實是打官司 8月21日之後 沒辦法聯絡 過半月 殷真兩個朋友表示 8月底失去聯絡 到現在 三十幾天 他忽然之間用簡體字報平安 說太忙碌了 不會回應 大家都非常擔心 在北京的朋友 去他的朝陽區酒店 8月22日退房 8月22日退房 打了一千個電話 找他們 兩個都不接電話 香港秘書說 他人沒事 8月22日不見了人 上去北京其實是打官司 第二點 第三點 他的秘書說人沒事 他秘書不是說不知道 是人沒事 所以他秘書是有他消息的 但是沒有他直接通電話說什麼 即是間接有人告訴他 殷真沒事 私人事不說 殷真最近比較忙 沒辦法回覆電話和訊息 忙完了和大家聯絡 但是這個不一般 因為他用了簡體字 而且他的親友 他上一次 本來很少更新朋友圈 6月27日都是用繁體字 歐偉認為 他的更新和平時不同 也沒有收到綁架電話 殷真以前第5點 從來沒有試過失聯 本來約好9月底在新加坡見面 失約 第6點 已經訂好酒店 擔心殷真梁武子的案例 大家知道 劉家昌 殷真 這是早期的照片 劉志千 殷真 本來是嫁給謝嫣的 我都說了 我有一次和謝嫣 在場合遇到一個真殷真 殷真和她打招呼 謝嫣問我 這個女人是誰 她不認得殷真 因為殷真肥了很多 好了 好了 殷真和謝嫣當日談戀愛 迅速結婚 毫不猶疑 但是其實兩個人的文化抵運很不同 殷真是非常台灣人 謝嫣是一個花花公子 而且是一個香港人 很香港的謝嫣 劉家昌搶殷真 大家都要知道 他還是謝嫣的老婆的時候 劉家昌已經不停去追她了 好了 其實還沒認識謝嫣的時候 劉家昌先認識她 劉家昌曾經有過一段姻緣 那個女孩叫江青 是做西斯那部戲的 是國聯五縫之一之首 那時候李漢翔捧她的 劉家昌就娶她 後來就說她和李漢翔有關係 就是打了李漢翔 就離婚 江青去了美國 成為一個舞蹈家 很出名的 結果法國最怪是欣親 就是追回欣真 她和江青離婚 江青的名字 初初她比大陸的江青出名 離婚當日 就說一定會追回她 欣真 年輕人真的很漂亮 大家看這個樣子 8歲做電影 11歲個人舞會 13歲 台灣中學生英語演講比賽冠軍 國聯招考演員 16歲的欣真 其他招考回來的全部都是 一早就決定了 只有她真的選回來的 三千七百人中唯一 因為她是欣選出來的 她也叫欣真 1964年 22歲的劉家昌 遇到16歲的欣真 那時候她正大讀書 她不矮小 劉家昌高的 真是亂說 劉家昌相當高 但是四眼 高度眼鏡 在酒吧寫一些歌 劉家昌是韓國華僑 而是回到台灣 考上國聯之後 她在上學校的公車寫了一首歌 《我心深處自欣真》 她寫歌非常快 我去過劉家昌的昆山的studio 她是用幾百萬去做一個studio錄音 一生都很醉心音樂的 當然她一生人最出名的徒弟就是鄧麗君 輕聲一嘆 大家都叫做劉老師 嘆不盡相感 默默地盼 盼望那池來的緣分 她將池寫牛皮紙 帶些紙去見欣真 欣真是經理人撕了她 說她瘋了 李恆跟她說不要管這個王八蛋 讀了兩年大學 不畢業 就是做歌手 1965年她有一些名氣 寫了1500首歌 劉家昌一生人作了幾千首歌 撿到了25部電影 捧紅了鄧麗君 那時候已經嫁給謝賢 你看那個字 多漂亮 珍姐 我們叫她為珍姐 珍姐 多漂亮 但是珍姐比較小 劉家昌說從來不認自己是第三者 她是第一者 她才是第三者 其實她是當眾娶她的 婚後欣真和劉家昌被人拍到幾次 她要離婚 其實這些說來這些多餘 沒有第三者 什麼什麼都是多餘 其實她已經變了心 謝賢說變了心你就走了 她真的愛上了劉家昌 好了 我又要講講 這些是多餘的 又不是生活 我是在1981年 在L.A.去探望劉家昌和欣真 方小姐和我們一起 就是她建了一間酒店 她說到了L.A.奧林平這間酒店 就值了很多錢 她自己裝修的 這樣 劉家昌這個人 欣真嫁給他之後 發現很嚴重 這個是 我照實講 我不是幫誰 劉家昌經常很社交 一大幫人來找他 又花錢沒有分寸 很豪氣 又喜歡賭錢 欣真覺得很嚴重 想去離婚 誰知道有了寶寶 我說欣真不肯下兒子 結果就生了劉子千 1986年 好了 這個離婚 我講這個真相給大家聽 現在各執一詞 是 欣真說 當時已經離婚 分了身家 在法庭上登記了 而這個 不過是為了劉子千長大 假裝沒有離婚 我去過 我在上海見過他們很多次 在LA見過他們 在香港見過無數次 一起去旅行 我真的不知道他們兩個離婚 這個真的很厲害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是欣真的說法 劉家昌就說 當日他可能被人追溯 還是什麼 他就跟他假裝離婚 因為怕他欠人的錢連累到欣真 所以把錢寫了欣真的名字 誰不知 一辦辦了28年 2015年 欣真說他早已離婚 那些錢全部是他的 不給劉家昌 劉家昌拿了錢去崑山建了一間酒店 有很多地 後來賣了地 他又跑去龍虎山 建了一間酒店 他一直追 欣真 兩個人因為兒子的問題而吵 其實劉家昌到了晚年 不是晚年 早一幾年 他親一個兒子 想把崑山酒店交給一個兒子管理 這跟欣真發生非常嚴重的通突 大家可以想像得到 他的兒子 劉家昌跑去跟兒子同住 於是兩個關係徹底破裂 我告訴大家真相 他說 結婚7年 所以離婚 30年來 假裝結婚 然後他這件事的衝突 就是要主導子遷的音樂發展 結果做了一首歌 大家覺得非常老套的念你 媒體問他為什麼要唱古早風格 他還拍這些MV 他說他愛他父親 非常痛苦 其實他不是這種風格 他根本不是唱這些歌 好 好了 劉家昌猛罵殷真 說子遷不管他 說殷真就霸佔了他的錢 於是他就告劉家昌 你不准用那些片和歌 因為我出錢做的 版權是屬於他的公司的 罵子遷是畜生 於是兩個人就吵得很厲害 結果 你不聽 這是殷真單方面說的話 過去我無能 處處怕劉家昌 請劉家昌不要殘害兒子 於是他兒子改名姓張 不姓劉 2018年 為了5億家產罵上法庭 劉子遷就改為張立衡 一生最後會嫁給劉家昌 我不想評論這件事的真實性 大家認為 劉家昌和殷真 哪個說法是比較真 但是我一定要說 殷真是我見過最好人的人 劉子遷我認識他這麼久 他也相當純 這次回去最大可能是什麼 第一 不是綁架勒索 綁架勒索沒有標了一個人 就是個半月都不叫你取續金 這是不可能 第二 不是被捕 沒有 因為他們兩個是愛國人士 而且這麼高調 profile的人 以他們那種性格 又不會吸道 又不會搞女 又什麼什麼 殷真和兒子關係非常好的 兩母子 不可能惹到大陸正方 最大的可能是什麼呢 就是回到北京之後 被有勢力的人士劫了去 講離婚如何睡身家 所以他就 他的手機被人拿了去 不是有簡訊傳出來 他的秘書不是有人告訴他 恩真沒事 而且為什麼不見了人 北京公安局 我告訴你 透過監視電視 什麼都破了案 一兩天內 就因為這個是家務糾紛 北京是這樣的 不理你的 雖然那個人沒有了人身自由 都可以是家務糾紛的 你們搞定他 尤其是有勢力的人士 去到劉家昌大我幾歲 七七六歲 鬥什麼戲 一輩子 他真的 喜歡賭錢 他親口同學說 爛賭 輸到沒有錢 問方日華 借了三千萬 方日華不用他還 又試過在飛機上撞到一個台灣人 很崇拜劉家昌把酒店送給他回家 真是全奇到不得了 還有一個江湖傳說 當日 就是死了那個 獨秘都王 獨秘都王 王什麼 斥著自己在台灣的勢力 打了他一巴 這個 刊鴨子 陳啟禮 追殺他 幾年不敢回台灣 你知道嗎 因為他是劉澤昌的老朋友 為什麼 劉家昌跟我說很多話 他說 李敖有一次跟他說 他說快點來賭錢 我們有個傻瓜 我們騙他錢 他就去了 賭完之後 他輸了很多錢 他就問李敖 那個傻瓜是誰 我們騙誰錢 你不是那個傻瓜 我們就騙錢 是一個完全不懂得理財的人 另外一件事我也要講講 劉家昌那時候 曾經逃離了台灣 很多年 在陳水扁時期 十年離開了台灣 不敢回台灣 因為劉泰英 那些人說劉泰英 將國民黨的一部分黨產幾億元 轉到他命下 他拿走了去外國 這是建坤山酒店的事 這是我所知的 我盡量客觀 作為兩個都是朋友 我非常公正地描繪這件事 雖然很多年沒有來往 這是另一個故事 但是後來我就見恩真多些 好了 今天 大件事 香港PMI跌破榮孤線 過去兩季都是衰退 現在才跌破榮孤線 林健鋒說 與大陸無法通關 梁振英 說兩地認知落差 梁振英真的我不知道做甚麼 這個人 老而不死 視為賊也 工聯會買大陸樓盤 被公屋輪候者 厲害了 那人怎樣上班 那人 坐高鐵下來 還是坐船下來 很化船 幾千一層樓 很化船 希望大家繼續爆料 以及快點訂閱香港問題 本港 反彈 反彈 都是三千多個案 我想一兩個星期會落 吧 十個人死 台灣 四萬六千多 這個數字沒有彈到 死五十七個人 非常令人震驚 中重症加起來 二百一十一個人 世界疫情 德國過百 死亡人 美國三百五十 只積算 一個過十萬 只有兩個過一百 美國和俄羅斯 好 這段講完 各位網友 新一輪的蕭貓貓 團購又來了 當然有些新東西要介紹 第一 這種叫做慈尚米餅 這是一包 為什麼叫慈尚米餅 它是來自慈尚的 大家有沒有去過慈尚 慈尚是在花蓮的頭 花冬頭 為什麼慈尚米餅這麼好吃呢 它是國際觀光重點之一 因為那裡的環境非常好 天空是天空 藍空白雲 稻田是稻田 又綠又黃 慈尚米產品 香甜又芬芳 現在有四種味道 咖喱味 十二粒 一包 差不多 每個人的形狀有些不同 有芝士味 海苔味 香脆又不得了 香脆又不得了 寄到你家裡 不用煩 寄到你家裡 第二 這些牛肉乾 你要知道 這些牛肉乾 是來自金門的 這種名牌 很多人都聽過 它是100%新鮮的台灣牛肉 老師傅選擇肉質部位 一定要有口感 獨特漢方 燒烤而成 看到鮮切牛肉 那種筋 和那種麥 肉質厚實 不乾癟 真的 是的 我在香港吃很多牛肉乾 都乾癟 這些不乾癟 飽滿 膠原 的口感 直到有點彈牙 令人回甘 有四種 原味牛肉乾 綜合牛肉角 將三種味道都有 逐個獨立包裝 辣味牛肉乾 金門的 當然有高粱酒味的辣味牛肉乾 四包 這麼大包 新鮮牛肉做的 277元港幣 寄到你家裡 好了 另一個 可以買的 我不拆出來了 就是要不要豬肉條 每包150克 六包 一條條 獨立包裝 黑胡椒兩包 新辣味兩包 岩燒兩包 287元 就是你家裡 好了 上次一推出 大家都說好吃到不得了 沈家花生 有六種口味 今次多了三種口味 每種口味一瓶 麻辣味 古早味 紅菊香酥 三瓶 215元寄到你家裡 另外三種口味 芥末 有少少辣 五香 三星蔥 每個人吃過這些花生都說沒吃過這麼好吃的花生 這是215元 三瓶寄到你家裡 好了 這是很多人找回頭 海桃客的烏魚籽 我不展示給大家看 每片都獨立包裝 如果你整條買回去 你不會切的 切得很好 記住 用蘿蔔夾著來吃 非常鮮味 還有烏金乾貝醬 是乾貝 然後一粒粒烏魚籽在裡面 用來送飯就非常好 烏魚籽乾貝醬 兩罐禮盒 320元 兩盒烏魚籽 當然是名貴的 這是貴的 去食真台菜都有 436元全部獨立包裝 非常乾淨 而且不用錢 436元寄到你家裡 截單日期10月25日 大家快點買